原标题 诺门坎战役中损失更大的苏军却坚称胜利 而日本人却为什么沉默 著名的诺门坎战役结局相信大家都知道 苏军最终获得了胜利 并让日军在整个二战中再也不敢进攻苏联的势力范围 但如果仔细对比这场战役双方的实力和损失 会发现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苏军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好 损失甚至大于日军 苏军战后缴获的战力品 当时日军的主要兵力是边境守备第二十三师团 整个师团共有一点五万人 该师团一半属于正规军 一般属于守备军 而且是战前一个月组戒的 战斗力方面可以说并不强 当然在战争后期 双方都所增加兵力 但二三师团还是这场战役中的主力 日本关东军后来加强给第二十三师团 一个安岗战车支队 四个步兵大队 三个工兵中队 一个高射炮连队和部分炮兵 连同第二十三师团本身部队 合计也才两万人左右 日军 士兵而苏军方面兵力要强大得多 主要兵力是一个装甲集团军 第三十六摩布施 第八十二步兵施 机械化步兵第五旅 装甲第七 八 九旅 坦克第六和七旅 空架第212旅 万蒙骑兵第六和八十 以及空军一部和日军的总兵力 比较起来可谓是兵强马装 除了兵力外 苏军的指挥官是以后在二战中大名鼎鼎的朱克夫元帅 而日本二十三首被失凡的小立元中将可以说并不出名 而且 苏军的当时战友地形优势 平原很适合他们的装甲部队机动 可日军相隔一条河 地势也高 日军根本无法发动主动进攻 战前动员的苏军官兵苏军 虽然有着许多的优势 但我们从战后双方损失来看 苏军却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在装备损失方面 苏军投入500架飞机 损失207架 坦克和装甲车1000辆 损失400辆 日本飞机损失不到100架 投入坦克和装甲车100多辆 损失30多辆 安港坦克支队也没有被歼灭 战壕中的日军苏军 这场战役共阵亡失踪9703人 受伤15251人 日军阵亡失踪8440人 受伤8766人 而在日军的伤亡中 62.7%的人是损失于苏军的炮击和航空轰炸 从这些数据上来看 苏联损失更大 甚至可以说表现还不如当时的中国军队 但从整个战略意义上来看 苏军确实是雷得了这次战役 为自己远东的安全争取了时间 也为以后德军进攻苏联时 避免了父辈受敌的情况出现 而日本在这场战役后选择了沉默 但也没宣称自己失败 休息中的苏军士兵 因为当时诺门坎战役是否失败 对日本已经不重要了 1939年8月23日 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周星国老大都已经和苏联议和了 更为重要的是 日本认为 尾上挑战苏军很不划算 那里是一片荒原 没什么好处 不如南下能获得 很多战略资源 如石油橡胶的 战后做物资统计的苏联军官 而苏德战场爆发后 日军也没有进攻苏联 即使他想这么做 也已经是有心无力 日本主要精锐深陷中国战场 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军短期内 更是无法调集重兵去挑战苏联 如果在德军进攻苏联时 日本还有多余的军事力量 来进攻苏联远东 父辈受敌的苏联 那可是凶多吉少 而随着二战进入尾声 在苏德战争中 得到锤炼的苏军已经脱胎换骨 这个时候的日本关东军 已经不是苏联人的对手 后期面对苏军的进攻 毫无还手之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